教育部今天在台中举办12年国教的研修工厅会 台中市教育局长吴荣峰就在会中提出建议表示 招生的方式不能以多数考区的看法 绑住全国各高招生区 应该由各考区自行决定招生方式 因地制宜 我想12年国教很重要的一个是因地制宜 因为每一个这个招生区都有它不同的特殊的条件 和它的人口和它的学校的特质 所以呢不能用大家或多数区的看法来绑住几个区 西北区加上中投加高雄 占了我们所有学生数54% 那如果15个区一起开会 这三个区它是代表54%的学生 而不是只代表三个区 有别于新北市以及台北市 对于12年国教主张取消特招的看法 吴荣峰特别强调 希望每个招生区都有不同的招生条件 人口数以及学校特质 不可以以多数区的看法绑住全国招生区 教育部最好让招生区自主 让招生区在大原则下选择自己最适合的招生方式 uta让小时 嗯 嗯 crypto兼职